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像绿洲给了沙漠 就在一起 时间继续 又是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 就是爱你爱着你 天意又安心 那种感觉就是你 谢谢 好 来 又请 接下来我们请男嘉宾来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孩 好的 毫不犹豫说明已经是深思处虑过了 来 各位女嘉宾对她印象如何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然后很高兴选择了台湾歌手的歌 特别好听 你也很喜欢她吗 对 我必须很喜欢她 特别喜欢 然后你的那个泡泡打下来 然后再加上你那一身衣服 让我想起了那个来自欣欣的你的男儿 感觉起来非常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穿着外套不热吗 还好了 平时夏天 你看这么多美女 然后你会不会有这种躁动的感觉 就内心很火热 要不要把外套脱掉 不要了 因为我的身材还是比较单薄一些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长得非常清秀 要去你那儿健身 对不 还是要给自己拉生意 没话了 但是你说的对身材需要加强加强一下 你的底子非常好 非常适合 加油 谢谢 还是在拉生意 男嘉宾那个嘉宾说 想让你把外套脱了 然后你不说你那个身材比较单薄吗 是 然后那个 我是哈宾的 你要有兴趣 跟我去单位 多溜的溜的渐渐身 身体就好了 好 我一看你就是我的菜 你对我多关注一点 好 谢谢 好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的鼻子很好看 尤其侧面看特别挺 所以我想给你个建议 因为我之前是坐那边的 现在为什么换过来呢 因为我的右边脸是翻边边 左边脸是寒红 所以说这个角度很重要 然后所以我建议你就 侧着脸录节目好了 鼻子好好看 侧面好挺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男嘉宾的衣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谢真 今年25岁 来自美丽的全城济南 目前在一家四星级酒店 担任大客户经理一职 我主要负责为客人订餐 订房 洽谈大型会议 工作中的我会很认真 比较敬业 生活中的我呢 比较追求生活情调 我会在一些特殊节日 给家人买礼物制造惊喜 晚上睡觉前 喜欢听音乐 看看书 我不只是宅在家里面 周末呢 也会和朋友打打篮球 做一些户外运动 另外 我也喜欢一些修身养性的爱好 讨以一下自己的情操 我理想中的女生 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大大的拧筋 生活中要爱干净 有孝心 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将理解与包容 放在和睦相处的首位 希望通过百里挑一这个舞台 能找到心仪的那个她 加油 好 正如女嘉宾所说的 在镜头里也是帅哥一枚啊 那帅哥还有什么特点呢 搬开两张扑克牌 继续了解 谢珍呢 毕业于山东司法警官学院 是大专毕业 现在呢在一家酒店 担任大客户经理 年薪十二万 他自己有着门童的晋升之路 济南的男生 有三大爱好 他经常以父母为榜样 济南男生还有特殊的爱好 游泳 跑步 打球 当然这也有 但是我这边的三大爱好呢 是放风筝 钓鱼 还有就是斗蟋蟀 斗蛆蛆 没有一个听上去 是你这年龄的人干的事吗 像老头干的事 对对对 一般这个年龄段 很少去做这些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因为我那个外号叫鲸鱼妹 你那个钓鲸鱼 你打算怎么钓呀 钓鲸鱼嘛 先准备挨打 对对对 钓鲸鱼简单呀 来百里挑一就能钓到 但是我觉得这样 洛老师 放风筝在这也展示不了 钓鱼在这也展示不了 对 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斗蛆蛆 斗蛆蛆 能让我们看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今天带来了两只 斗蛆蛆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你懂吗 不懂 我也不懂 我们小的时候就玩过 但是长这么大 真是见不着了 今天我们有幸能够感受一下 对 亲眼看一看 好的 有没有女嘉宾和我 就是过来观察一下 蛆蛆在里边斗 你们俩在外边斗 3号 6号 女嘉宾可以一人拿一支签子 可以找一支蛆蛆 然后呢 对准她的嘴巴 然后就这样 然后呢 这样她就会张嘴 听人叫了吗 对对对 打起来 对对对 然后哪一个先跳出来 或者是逃跑 哪个就是失败者 我要抖她们 只要她张嘴 就说明她有一个争斗的欲望 她们两个现在战斗力都很强 谁也不服输 然后这个就输了 因为她刚才后面那个 追着前面那个跑 好 谢谢 这俩姑娘谁输了 这俩姑娘没输 蓝家宾 你好 你好 我是山东女孩嘛 然后我也有三个习惯 一个是放鸽子 然后一个是吃鱼 然后一个是豆蟋蟀是吧 对 豆蟋蟀 然后我想问你的是 那你这三个习惯 都感觉是老年人的那种习惯 你有没有就是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活动 有啊 平时我也会打打台球 还有那个踢足球 包括K哥之类的 男嘉宾这边 你好 您是山东司法景观学院 对 然后这边看到您是 做过酒店的门童 您是怎么想到去酒店 因为我们知道门童 是属于比较基层的一个职业 是这样 大学呢我学的是法律 然后在毕业实习的阶段 当时学校给我一个就是派遣单 去当地的一家小的律师事务所 但是呢我希望去从酒店工作 因为我觉得酒店接触的人 比较多一些 这样可以吸收各方面的一些营养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没道理吧 律师事务所也接触人也不少 当然也不少 但是酒店的人来说 各行各业的都有 打小费 小费有 但是很少收 我真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中国的旅游系统呢 是一般不允许收小费的 你在这酒店里呢 如果有客人塞给你小费 你收吗 有的会收 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客人 他有的会收 对就是客人他硬要给你 就是说你不给 就是不给他面子 不尊重他 他会生气 哪还有客人 哪还有这样的客人呢 对会有这样的客人 包括从一些台湾香港那边 他们有这种付小费的习惯 对他们有这个习惯 不给你他就跪下来哭 这个不是 他如果不给你这小费的人 你会怎么 也不会要 不给也不会要 绝对是不会要的 那你会不会有服务的差别 给小费的你服务的特别好 没有没有 一视同仁 这罗老师都不相信了 我都不相信 我那会儿一次出国 我也不太理解情况 门童呢 把箱子给你放到这个屋子里说 哎 说先生 您想知道这个窗帘怎么开 我来这跟你说什么 他其实就是暗示了是吗 对 我也经常去说 我也没有这反应 哎呀 您知道这被子该怎么跌吧 对啊 你马桶怎么用你知道吧 在我这儿 在我的屋子里 你还没反应过呢 盘还三十分钟 我说您这服务也太好了 您还没反应过呢 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门童跟我说了 有小费嘛 哦 你才知道自己 你后来不给他了吗 当然得给了 那肯定不给 你那一宿没法睡觉啊 一直忙你服务 哦 好了 来 我们两张扑克牌之后 女嘉宾如果愿意 继续支持男嘉宾 请为他留牌 三 二 一 请投票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我们来了解男嘉宾的其他特点 写真谈过三次链 您这分手都有周期性 分手总是在二月 他喜欢找这个女孩呢 希望他微笑 甜美 大眼睛的 还要求是北方女孩 特别强调这个鞋子一定要干净 咱们先统计一下 现场北方女孩的轻举手 好 那就是说你的选择在她们 呦 范围这么小才五个人 那么其实刚才这一个提问 就缩小了很大的范围 应该举手之后只有五个女孩 没错 那既然有五位女孩 咱们也在提出她下一个要求 把脚式伸入来 鞋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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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都干净 做节目嘛 怎么都擦得亮亮的 张倩 您的鞋颜色不太对吗 看您的头挺亮的 鞋怎么成的颜色 你为什么对鞋有要求呢 鞋要干净 大部分女孩鞋都很干净 因为我觉得 第一 我这个人比较爱干净 然后鞋应该是一个 就是除了脸面部以外 是第一个关注点吧 应该是 你去恋爱 去谈朋友 先关注他的鞋 不是 这样能看 他讲不讲就卫生 男嘉宾这边 鞋很干净 衣服很脏 你接受吧 一般鞋干净的 衣服应该也都挺干净的 男嘉宾这边 我看到你的那个扑克牌上写那个分手 都是在二月 三次恋爱都是在二月吗 对 你是中了爱情的魔咒吗 这个我也挺意外的 就是每一次总是在二月份 然后分手 三次都是 为什么呢 印象最深的吧 就是上一次 对方一身乌黑的头发 然后眼睛 一身乌黑的头发 毛涵 你是想吓死我们还是 一头五个一头五个人的头发 然后长得非常漂亮 其实在交往之前 我有问过他 我知道他会出国留学 当时说需要两年或三年时间回来 但是到最后 他可能以后要定居在美国 所以和平分手 感情爱是不错 只是因为将来的发展方向不一样了 才分开的 对 我觉得还是尊重吧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恋爱三次 交的女朋友全是东北女孩吗 北方女孩吗 对 都是山东人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下口味 应该是南方女孩比较适合你 为什么 对 因为他分手 就证明 还是不是说没有交流 可能说可能性格方面 还是有一点相似 所以说我建议你 应该去尝试一下 南方女孩比较好一点 不 艾美应该这么说 如果男嘉宾你换一个南方的女孩 说不定就不是在二月分手了 说不定就不分手了 说不定就不分手了 对的 没错 应该不会分手的 建议几言 男嘉宾 郑云 你好 我觉得她说的不对 你要再偏北一点 像我们东北的这样肯定就合适了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眼睛爱笑的吗 你看我这眼睛 男方女孩也是大眼睛爱笑脸 我也不分的 你看我还有外号呢 我不姓甜吗 我外号就都叫我小甜甜 男方女孩也很萌的 你是萌 不是甜 萌和甜能是一回事吗 男嘉宾你说你喜欢 到底喜欢谁 这个还是留在心里吧 没话说的 没话说的 真的没话说的 好 来位男嘉宾投票了 如果还想考虑她的话呢 请为她留牌 各位请投票 这很现实 因为生活在山东 在济南 而且生活习惯啊 饮食习惯啊 各方面 这几个应该都是北方女孩 好 还不错 好 来 请提出在最后的时候 不能接受的女孩子身上的特质 第一个是 不会做家务的请翻牌 一看就是北方大男子主 你的家务你自己做不行 就是 希望两个人一起做 罗列一下 你说的家务是哪些 扫地啊 拖地啊 包括 做饭啊 洗衣 洗衣 对 洗衣特别重要 不会这些的就请翻牌 都会啊 肯定会啊 媳妇自个儿在洗衣机里头 对 做饭再不会叫外卖 对 打电话总会吧 好 来 下一个要求 第二个是 如果两个人吵架之后 然后打电话不接的 请翻牌 好 喜欢冷战的 请翻牌 这个倒是很多小姑娘都会 她倒不是真不愿意接 就看你有多执着 有人翻了 我通好票 还有要求吗 没有了 没有问题的 没了 有请3号 15号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了解你还蛮多的 就是包括一些蟋蟀啊 还有一些放风筝啊 还有一些 包括你的工作 就是让我觉得蛮辛苦的 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包括你刚才那个 翻牌的要求嘛 那个做家务 我不能说我什么都会 但是最基本的 还是可以 所以我在这边跟你告白 所以考虑一下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崔嘉妮 来自北京 我觉得就是你的性格 一直就给人一种 特别少年老成的感觉 其实像我来说 我觉得我性格 大来烈烈挺直的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 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 我喜欢跟就关系特别熟的朋友 打打闹闹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种 特别安定的感觉 能够让咱们俩感觉还挺搭的 你的这种性格跟我特别有互补 而且你的爱好也会让人觉得 你特别有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的 谢谢 你有没有考虑可以来北京 谢谢 跟我发展发展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好 那个 我都说了 那个 你刚上来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化了 一看你就是我的菜呀 然后你还说 你喜欢一身乌黑 像里面乌黑 一头一头 对 你说的是一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是我这条绝对是符合了 然后我还是东北的 然后呢 你看我眼睛是不是还行 然后笑得也挺甜的 然后我就是想起四句话 想送给你 就是 亲家 世人万千种 浮云莫强求 世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彩虹 你说给你一个机会 你就会给对方一个美好的命运 我希望那个 我给你一个机会 然后你给我一个好的命运 我希望我从此 就是能幸福 谢谢 谢谢 好 三个姑娘都已经表达完了 谢谢人 做出选择吧 嗯 三个人呢 你选择余地可不小 很感谢三位女嘉宾 能够最后为我留票 然后 对我进行表白 但今天我是 唯一一个女生而来 就是她对吗 对对对 所以你的选择是拒绝 对不好意思 抱歉 请回 那实际上这位女孩 大家几点都猜出来了 她就是我们的9号 刘锦玉 来 邮锦玉 来 邮锦玉 山东老乡 你好 我之前也关注过你的节目 然后谁能 我知道你是一个比较可爱 性格比较活泼的女孩子 然后你也比较有爱心 喜欢萌的东西 我也非常喜欢小狗 你说你是一个小女生 就是我呢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不能说大男子主义 就是有一些的主见 然后在生活当中 我会带你就是去旅游也好 或是去制造一些惊喜 然后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 多彩一些 就是男嘉宾你这个确实是蛮帅的 然后那个也跟我家可能离得也挺近的 那可能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你尤其是你刚才的那个工作的经历 然后让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上定心 很优秀的一个男生 但是你自己却不太笑这样一个 就是性格上可能 因为我平常非常非常的活泼 尤其在家的时候 我在家里就能把家的房顶都闹开了那种人 那我也希望这个男生是非常阳光的 然后能和我配合 然后这样我觉得好像每天过得才多子多才有意思 然后你还说到你的那个爱好是就是钓鱼 钓鱼 对对对 然后那确实对我来说 可能那是一个比较新奇的领域 我这个可能没有太多去关注过这些 所以我害怕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玩玩不到一起去 然后在家嗨嗨不起来 我就害怕会出现这种冷场的这种局面 然后所以那个可能还是就是不太合适 咱俩性格上好像不太合适 你会有点陪伏我 好吧 谢谢刘静宇 好吧 谢谢刘静宇 轰轰轰烈烈烈不如平均 好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然后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 然后也在重庆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 谢谢大家 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是的 剂板写的什么 这个写的是 我期待有你的 有你一起的诗和远方 后面写了 我知道我的字不好看 但是我还是想给你写点什么 对 好 参议展示有吗 给大家带来一个吉他的弹唱 南方姑娘送给大家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 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 站在路旁 她的话不多 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 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 是思念的忧伤 日子过的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 她叫着口香糖 对墙满弹着理想 喂 南方姑娘 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 好 谢谢 对于萧嫣明妖这样的歌手 我相信舞台上有一个人是特别喜欢的 你怎么跟我讲到一块儿谢呢 她第一个就恩了这个赞了 好 有请 那重庆常规来说我们把她也算的南方人 对不对 那我看看你心目当中南方姑娘会是谁呢 来选择一下她 你好 老师 是这个 说不定你还有戏 有可能 南方姑娘 好 来 说一下印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一上来拿把吉他唱首民谣 就整个画面就特别特别的美 就根本不需要看你的脸庞 对 因为脸庞不用看你脑子里有脸 对吗 对 就是一个帅气的小伙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非常的文艺 她那个正面写了一板字 然后B面又写了一板字 写的是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但是我就想为你写点什么 就是这种 你已经语无伦次了 正面反应字是B面 A面的反应字是B面 你不识正面跟B面怎么配起来的 下一位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一上来我就感觉你好熟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感觉你的发型和张倩的好像 我就在这里看了好久 就 对不对 对 对 一个假发场的 对 然后她一下来我想她在哪里见过 然后一回头 啊 见了半年多了 太像了 都很有文艺气息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感觉你平常说话也是那种挺自然 然后挺洒脱的一个人 然后有种那种艺术家的气息 虽然你和张倩头衔是一样的 但是我估计因为你很洒脱 都这么甩甩甩甩 所以你是头发是斜的 然后张倩是直的 所以就是很有范儿的那种感觉 好 你的意思是我们很配吗 好 跟张倩配的人头发要留到这儿 要跟我这样 你别太多人了 男嘉宾 你好 听了你唱歌的话 仿佛就让我回到了丽江 就是丽江那种文艺青年 然后当地的这种创作家 看好你 谢谢支持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像是所有男嘉宾里面穿的 最随意的吧 以前面就是背对着我 然后在那里弹吉他 我觉得像我昨天从人民广场经过 看到一个街头卖衣卖唱的 没关系服装这事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可能觉得你穿的随意 有人还觉得你就这范儿 就像你刚才唱歌一样 你看很多人唱歌 要么就标自己的所谓的嗓音 高音 要么就写得多浑厚 你看他唱的很松弛 对 我跟你讲 一种随意当中的一种精致 对 我们听得对吧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你这样笑 因为为什么很多男嘉宾上台 会特别紧张 但是你特别地随意 给我感觉像经历过很多 沧桑的小老头人 然后我在想如果我这样的话 人家会以为我是女流氓 谢谢 她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流氓 谁负责看管 吴莉莉的 这也没看好啊 要也没带够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年龄 我太喜欢了 我就喜欢就是这左右的男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成熟的男的 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背对着我们唱歌 然后我产生了无限的联想 然后就刚刚一直眼睛盯着你 也没有转 真的 是吗 真的 只是你没有看到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无理性轮到你看着点她 对 对 嫉妒的都是女生自己释放的某种信号 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 继续来看男嘉宾的微笑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张晏鸣 来自重庆 今年29岁 我是一名建筑师 在重庆和上海 然后有两家建筑设计公司 因为其实工作比较忙 所以业余时间也比较少 所以也导致业余的像这种生活 活动就比较单一 一般情况呢 像就和朋友一起打打台球 或者像跑跑步 或者这样的一些运动 所以就讨议一下勤操 然后锻炼一下身体 说到我喜欢的女孩子呢 其实我觉得就独立一点就比较好 因为我自己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也有一些自己的朋友圈子 然后我也希望给对方一个独立的空间 他能够自己去处理好这样的独立的空间 对于外形来讲 应该会跟其他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男孩子 应该会对女孩子的外貌 有一些更高的要求 但是作为我来讲 小30岁 已经过了对女孩子外貌的 这种追求的年纪 我觉得其实只要我们能够聊 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有共同的话题 彼此尊重 然后再有一个特别好的 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了 白脸飘银 我来了 好了 我们继续翻开两张扑克牌 张燕铭是香港大学的建筑学硕士 香港大学名校 很厉害 而且建筑学好难 对 目前在重庆担任一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是一个酒吧的老板 兼职开酒吧 年薪25万 还在往下捡 我们原来说自己收入都是往上加 你怎么往下捡呢 那个25捡是因为 因为酒吧贴钱你知道吗 就每年酒吧都会贴钱 赔了 就是你从建筑公司董事赚来的钱贴给那个酒吧 然后最后还剩了25捡 一共大概25 然后被剪掉了 还快被剪 那就别开了 那么止损 索性给关了不就完了 我觉得他爱这个 爱喝酒 不是爱在酒吧里那种感觉 包括在酒吧里唱歌的那种氛围 是吗 对对对 你自己唱吗 偶尔唱 有时候唱 就是人家说 为了喝一杯牛奶去养了一头奶牛 他就这种典型的 为了体验那种酒吧助唱那种意境 他去开了个酒吧 纯属过瘾开酒吧 但他认为人生离不开酒和音乐 他有一段文艺青年的流浪记 特别说我是个神经病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很欣赏你的诚实 你说你是一个神经病 其实我也是一个神经病 我想知道你的神经病 体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做建筑设计呢 是一个特别理性的 就绝对理性的一个行业 然后开酒吧是一个 又相对来讲 是一个完全随性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每天都在 这两种关系里面在游走 很分裂 您知道吗 就精神特别分裂 每天都这样交换 第二呢是就开一个酒吧 其实开酒吧大概 有两年多的时间 一直亏钱 直到现在 一直赔本 然后当我还一直在开 那我 而且我观世 我自己还开得很快了 所以很多很多朋友 都会觉得 有点神经病的那种意思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就把酒吧 当成个娱乐呗 对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对不对 不为了盈利 咱们就当个娱乐 我就往前往里扔了 只要我还能够维持 我就一直开着 这也是一个成就 对啊 能把酒吧给做赔了 那也是个成就 男嘉宾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其实是很喜欢音乐的 那我觉得说还是蛮支持你 这个酒吧继续开下去 但是我觉得他赔钱 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觉得你回去多多研究一下 之后可以把它就是变成赚钱的 酒吧赔钱有什么道理 房租太高吗 真的 真的 你也开酒吧 真的 我赔了好多点 完全是因为房租太高了 而且请朋友喝酒喝看 就请朋友喝酒喝看 就请朋友喝点头 对 男嘉宾 你看上去很喜欢旅游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他喜欢流浪 那你比较喜欢流浪 你喜欢以什么方式流浪 有的喜欢是 比如说是穷游 有的是富游 你是什么样子类型的游法 我应该穷游会多一点 因为我身边有一帮朋友 大概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我们会约好一段时间 去某一个地方 然后就买了来回程的机票 实际上就特别特别少的现金 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通过卖唱 或者就敲手骨 这种 赚取一点 我觉得生活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 但其实这种过程很富足 但我觉得我个人特别喜欢 这种流浪的旅行方式 因为它这种 才是生活的体验 对 那当然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这可能是我跟罗老师 相对比较喜欢的 那有些女孩 她就喜欢在酒店 睡到自然醒 看着大海太阳出来 对不对 不一样的生活理解 我至少她 她这种旅游至少 或这种流浪 她透了一种自信 就是我不相信 我到这地方 我活不下去 能饿死 我能一直活去 所以有时候她有点像唐玄奘 是吧 玄奘出国走了十几年 一个人孤身到印度再走回来 你想这是什么感觉 所以她走向她 我信任 我自信 我自己能走下去 所以这样的流浪 很大常常就跟这种新代人一样 而且我觉得借着罗老师的话说 我觉得这种流浪 也是培养自信跟气质的 对不对 对 当然 但是对不起 罗老师 您这样说的话 您的意思是在给我 暗示我 给我做行李准备 就这样结束了吗 要紧张去多浪 现在就可以流浪 这回家了 没有 还有机会 对 好 来 为男嘉宾投票 我们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如果想了解她支持她的 请为她留牌 各位嘉宾 3 2 1 请选择 还不错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张艳明的恋爱过七次 这个 立江 刚才谁说来着 行定立江的冲动 看起来立江是她流浪 经常去的地方 刚才谁说的 忘了 因为立江大家都知道 是艳遇之都 所以男嘉宾请立江的话 也是可以解决的 别往后藏 好 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希望她独立 理性 她说我已经过了追求外貌的年龄了 诺老师 这最后一张牌一看完 我突然间觉得 刚才她按的这个号码 这女孩如果将来揭晓了 那就是她跟外貌无关了 对 就没什么 对 就没什么貌 至少是有才而无貌 是吧 不再这样损 我们俩开始挖坑了 把它挖极了 七次都在立江谈的 不是 不是 拉萨有意思 拉萨没有 立江什么时候去的 08年 怎么就冲动了 这个是说到这里呢 就估计要说到稍微长一点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史 对 整个婚史呢 为期大概是六个月 大概多几天 就半年多几天 才半年呢 对对对 闪婚 那闪婚呢 你多少年结的婚 十多天 我们现在一般觉得 十多天就结婚了 对对对 我刚才说我们一般觉得 两个月左右是闪婚 你认识十天就结婚了 这个婚姻持续的半年你就离了 对 那去立江的时候 是在你离婚前 离婚后 我跟他就在立江遇见的 但我们认识是很 应该是两三年前的朋友 就朋友的朋友 这样认识在重庆 前年的春节 在立江 然后我们 偶遇 十多天就结婚了 然后半年就离婚 男嘉宾我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对爱情 别说结婚了 对谈恋爱 我其实都是一个 特别特别谨慎的人 然后很感兴趣 为什么说认识十多天你就结婚 以及为什么离婚 因为必定也没有婚姻经验 而且 就后面到真正进入婚姻以后 觉得确实跟想象当中的 就是这种差别特别特别大 就太大了 所以才 才是这样子而已 这六个月你们怎么生活 你觉得跟你以前想象有巨大差异 就是性格上面 就因为她性格特别急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性子特别急的人 急到一块去了 对 然后这种没办法过 没法磨合 也不懂得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方会退让 对 都坚持 对对对 所以说冲动是魔鬼 这个结婚需谨慎 了解 男嘉宾 你好 你说喜欢独立理性的女生 一般男生比较理性 然后你是想两个人一起理性吗 然后你认为独立的女生是经济独立呢 还是个性独立呢 第一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独立 应该是各种独立 她会有自己的工作 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她会有自己的收入 但是这个多少就也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理性呢就是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嘛 一定会有争吵 坦率讲我在这点做得特别不好 我希望她能够理性 她能够去对我分析一些事情 然后能够让我安静下来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我用那个俗话跟您来解释 这是什么叫独立和理性啊 独立就是有本事活下去 什么情况都不依然他人 我自个儿相信 我有本事能活下去 理性就是有能力处下去 要跟人进行交往的时候 他觉得我相信 我跟任何人都可以在这块处 男女相处更是这样 你说俩人一定要结婚 一定要生小孩 你能不能养这个孩子 能不能维持这个婚姻 首先先看你能不能这些相处 所以很多人说说 你说找那个女朋友找男朋友 说一千到一万 有一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脾气得好 好脾气是相处的前提 好 来一位男嘉宾投票了 独立吗你 如果是独立的理性的 请为他留牌 因为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男生 究竟会有多少人给他留牌呢 他不是给所有人说的 他不是给所有人说的 真的是属于就是我喜欢的 高晓松那一系的 今天我跟你走 如果是独立的理性呢 请为他留牌 这个情况不妙 你可以回头看一眼 我们也完了吗 我们也不看了 你已经知道了 听到这个 他当然知道了 但没关系 就像你这么一个独立理性 对自己那么自信的人 他其实也不会太在意 女孩子有没有为他留牌 因为他心里有数 对吧 那么你现在有数的话 你的选择依然是两项 一 你有数地保持沉默 算了 再见 二 你有数地觉得 这女孩不错 我就得尝试一下 我要来挑战一下 来向她说出我自己的想法 你是选择哪种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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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倩 有请 她过了追求外貌的年龄 张倩那个心里 哇塞 等会儿 你是说我丑吗 其实不是 只是当我在关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外貌 其实它不是那么重要 特别是有知识的 能够独立的女孩子 其实她们会知道她们自己的容貌 然后应该怎么去保养 她不需要我去操太多心 那么我只是想去真的去 关注她的内心 跟我是不是契合的 从头开始对不起 张倩你好 你好 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我叫张燕铭 来自重庆 今年29岁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然后特别高兴 在此而此刻 其实我心里面特别感动 我能够 而站在舞台上 跟你那么近的距离 我们能够在一起对话 就我的了解 你之前在成都工作 你做主持人 然后在更之前呢 在就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参加过一些选序的节目 其实我特别清楚 这样的过程特别漫长 而且特别辛苦 最主要的是最后的结果 往往都不会有那么好 都不会有那么好 我是理解的 我是理解的 听说你现在在北京 那么比如我做建筑设计 有很多的学术性的交流的活动 都在北京开展 我觉得我们可以经常见面 然后听说你的家在上海 那么我的分公司在上海 我觉得这一点距离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还有就是 我相信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以后 你应该是独立的 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我来拿嘛 谢谢 我有提到特别爱喝酒 先给送一瓶酒 但我不知道你喝不喝酒 这点我确实没有太清楚 这瓶酒来自英国 我从伦敦带回来 它上面写了有一排字 我觉得特别好 It's not for everyone 它不是给所有人喝的 便宜 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男生 张剑会如何抉择呢 他会是张剑的完美男神吗 大家好 我叫陆洪喜 今年25岁 她说对狗比对人要好 女孩子经不住这个小红物的 染了三个颜色 让它突出一点 像马的马踪一样 从男嘉宾一上来 说真心话 我是有心动的感觉的 因为 这么多男嘉宾陆续走过 你真的是属于 就是我喜欢的高晓松那一行的 但是我看你翻牌以后 你说的越多 我就越来越熟悉 因为我在《谁能》的时候 我没有太详细说我之前一段感情 然后我也不太愿意放在电视上讲 但是等你出现以后 我发现太像 就 嗯 我前男友也是做音乐 然后开了个酒吧 他也是拿自己生活的 工作努力赚来的钱 去养这个酒吧 他酒吧也是每个月亏 亏得厉害 因为所有的都是用来养朋友 养音乐 刚开始我是仰慕的 哇 这个男人怎么可以那么帅 哦 他残情怎么可以那么认真 哦 他怎么可以这么有魅力 我完全是百分之一百的倾倒在他的黑板界下 然后他下来以后举起一杯酒杯 喝一口酒 然后说一句歌词的话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觉得哇 这就是爱 然后慢慢的 我们发现彼此开始有矛盾了 他回到 其实那一幕我还 就是仿佛在眼前 但是我还是很感谢我前男友 他教会了我这么多 怎么样去生活 怎么样去相处 怎么样为爱去牺牲 但是当你出现的时候 我发现太像 像到我不敢去跨出那一步 如果没有前男友 我肯定说今天我跟你走 你肯定是我喜欢的 我一定会爱你 但是现在我害怕 听明白了吧 好多话不能让女孩把话给说绝了 特别遗憾 其实遗憾的应该是我的问题 我的曾经也是张倩的曾经 特别遗憾 等我看见你泪光闪烁 对那个拥抱好吗 如果抛开张倩曾经的那段过往经历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挺适合同情的 但是当这一期的礼物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相信 其实这个受伤的女孩还没走出来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一切治愈都不会那么快 有的时候她应该要时间 逐渐逐渐流淌过你的伤口 让你逐渐变得自我愈合 但是在这儿 我必须得跟张倩说一句话 这个伤口在没有完全迷合之前 我相信你一定会想你的前男友 因为拿她的这个影子 来套在你面前所有的人 但是一定要知道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那个人跟这个人不是一个人 对 好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陆宏喜 今年25岁 来自江苏泰仓 目前担任的是主持人的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两个人一条狗外加一个胖娃娃 这张图对不对 对 就是这张图 非常好的去诠释了 两个人 一个是我 一条狗 看懂了 这个我们在五岁的时候 就懂得探词说话了 好了 来 才艺有吗 我的才艺是魔术 我怪不得带了个魔术师的小领结 原来是变魔术呢 对 我会请一位女嘉宾和我一起来变 是基金魔术 这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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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拖好拖了是吧 没有 真没有 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好 来 好的 那么这个魔术呢 我将请现场的一位女嘉宾 和我一起来完成 有没有这个资高费用的 好 第一位举手的 来 请到旁边 刚才我一看你的这个 坐在这个凳子上呢 已经坐了很久了 应该是有一些口渴了 对吧 我给你开一瓶水 你看一下 是刚刚打开的 对吧 直接拿瓶子喝不太哑观 肯定是要倒在杯子里 好 你来这个喝一口 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这个魔术非常简单 我要你配合我 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先拿着水 放在头顶 另外一个手扶着 扶好了 别拿下来 好 花总可以交给我了 我呢也会拿一杯水 放在我的头顶 等我喊开始之后 记住了 比如说我喊一 你就转一个点 我喊二 再转一个点 我和你是相反的方向 可以吗 可以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一 二 三 四 回到原点 好 那么我们的任务 也已经完成了 你先别动 看好我的 如果你完全是按照我的方式 来做的话 这个水 它会非常神奇的消失 没有了 那接下来 就轮到你的别激动 好 你有没有 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有啊 完全有 完全有 好 那接下来 我也会喊 一 二 三 喊到三的时候 请你抬头往上看 可以吗 我就会把这个水杯 给扣过来 你要有对自有信心 如果你完全是 按照我的方式来做的话 我不行 别害怕好吗 那给一点掌声鼓励一下 这位女嘉宾好吗 好 刘景玉就当欣欣脸了 刘景玉来 拖出去了 那我先偷偷地看一下 哎呦 好危险 好 最后准备 一 二 三 水就神奇地消失了 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们 谢谢 来 有请 刚才刘景玉跟男嘉宾合作的 但是男嘉宾心目当中的女孩子是谁呢 好了 女嘉宾对她印象如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一走上来我以为是一个国内知名主持人走上来了 就是戴军 很多朋友都说我像戴军 是吗 是的 这真的很像 戴眼皮尤其像 就是我是她的年轻版 年轻版的戴军 谢谢 男嘉宾你好 好 终于看到一个男嘉宾身材特赞的 谢谢 你的身材比例很好 我会喜欢 谢谢 谢谢 谢谢夸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一走下来我就觉得很帅 谢谢 然后你的领结真的亮瞎了我的眼 太闪了是吗 对啊 闪到爆 待会可以送给你 真的吗 真的 说话一定要算话 行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跟你变过魔术之后我都嘴软了 然后就觉得你特别的帅 然后还觉得你这个魔术变得很神秘 就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 所以就更有这种神秘感想 就了解你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今天一上台就用魔术忽悠住了我们女嘉宾 希望你接下来不要再忽悠我们了 谢谢 接下来绝对是真心真意的 好的 期待你的表现 真心真意的忽悠 好 继续来看男嘉宾的迹象 我叫陆宏喜 来自江苏泰仓 那么目前是居住在上海 从事的是主持人的这个工作 现在的工作相对的繁忙 经常会给全国各地 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其实私底下 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我平时都会和我家的狗待在一起 我的狗叫做Lucky 平时我会一直带着它 陪伴着它一起看看电视 或者是我平时有工作的时候 只要是近郊 都会一起带着它跟我一起回去 有了Lucky的陪伴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他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伙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房间堆满了娃娃 这就是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所考虑到的 为我的孩子准备的儿童房 那我也希望能够带给我的孩子 更多的快乐的童年记忆 那我觉得儿童房有了 当务之急呢 应该是找到一个女朋友 希望今天在节目上面 能够找到鲜艺的那个她 好 看了Michelle呢 男嘉宾提出要先翻王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男嘉宾的王牌是什么呢 女嘉宾的王牌是17岁开店 五次创业 亲手做产品 亲手做产品 做什么产品 就是做的这个领结 这领结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说女嘉宾要的话 待会儿都可以送一个 你卖领结 现在是卖领结 那之前因为上面提到了 17岁创业嘛 17岁我还在读高中 我是白天的在学校里正常的上课 晚上会上读高中 去卖双肩包 然后那也是挣到了第一桶金 那你今天有没有带来吗 今天领结带来了 我给两位主持人也准备了 太好了 这我们就开心了 骆老师马上带上 对 骆老师就差一个领结 就这些是 这都你自己做的对吗 对 都是有几个是昨天晚上做的 那我能给骆老师挑一个吗 可以 不错 我给你挑这个 你觉得这黑白相间的好看 这个就特闪 因为它不是领结什么棒胸口 放在这 对 那骆老师想要粉红的 我觉得打一个粉红的颜色 跳一跳不挺好看的 咱们投票 我觉得这个好看 骆老师想用粉红的 黑的好看是吧 皮球你们真是 你看再次证明你穿衣没品位 哪里什么 骆老师可以直接戴上 人家这拍子马屁 我们帮骆老师戴上 看看帅不帅好不好 哎呦 感觉能去开那个歌剧院的演唱会了 对 至少当伴老没问题 对 然后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是给依林杰准备的 就是还没完成 来不及 这边的话我到时候会帮你改成一个蝴蝶结 别在头上 这不是当领结的 还能当蝴蝶结 对 就把后面这根线取掉 然后换一个卡子 就能卡在这个头发上 来 比划一下吧 比划一下 你这孩子啊 男人就是男人 用得着吗 这个可以当蝴蝶结呀 就把那个绳子给取掉之后 绳子也不用取啊 直接套上去 你直接绑上去 我不相信我带给你看 行过 这个衣服还挺搭的我觉得 可以了吧 非常好看 效果不错呀 那咱俩就这样了 我带着这些 我带着这些 这些 这个主持 天下无双 这些是准备送给 适合的女嘉宾的 那这样 你有四个 我们这十六个人 看你的眼光 对 你先送四个 配谁更合适 行 这个你带在头上 应该会相呼应一点 但是我比较看重你 这个的话我结束之后 送给你可以吗 好的 那这个先送给你 谢谢 这个粉红色 你头顾就可以不用带了 可以带这个 粉红色的 我把洛老师最爱的抢了 这个钻的我觉得 因为你的衣服会比较素嘛 有一个蛮天心的钻 还有一个是天使的翅膀 带有一颗爱心的 我把它送给 穿绿色的这一位女嘉宾 完了 为难到我了 得便宜卖官 你拿一个 白拿一个就高兴去吧 就好 好 来 每个人都有 挑回减色 还要挑个红色 因为现在拿着几个跟大家展示 所以呢 就临时先送了几个 等会每个女嘉宾都有 对吧 好 来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 两个部分开 谢谢 谢谢 女孩子 你看看 你看看 把我们这个舞台给 女孩子经不住这个小萌萌的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的人 我想问你就是 你家狗狗皮不皮啊 就是你会不会平常纵容它做很多调皮的事情 这一只狗的话 它还挺乖的 我也不敢去怎么训它 因为我怕一打把它打死了 因为 狗没那么脆弱 你打吗 只能说我打你 你不能真打呀 就另外一只狗我就真的是打 拿那个训狗的那个东西去抽它 那个多大 也不大 那位小型的就那么大 那你干嘛打它呀 因为要训它嘛 那只狗会装死 你跟它说装死 它就会趴在地上 那我家狗跟你的鼻弱抱了 它只会咬东西 然后把房间弄得很乱很乱 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 它折腾完了以后 那种好笑的感觉 就它弄乱了以后 我觉得特别爽 就是喜欢它那样皮 就觉得狗就应该这样 这就是狗 那男嘉宾 你的狗会什么才艺吗 它的才艺就是朴色 它其实 染发 这个造型就是一匹马的造型 真的耶 马眠 是个小马的造型 你看它尾巴呢 那个染的颜色的 因为它的耳朵是立起来的 就特别像 今天有点紧张 就塌了一点 你看它竖起来像那马棕 然后所以就染了三个颜色 让它就是突出一点 这个毛是像马的马棕一样 男嘉宾你好 这里 这只狗狗实在太萌了 因为我是一个猫奴嘛 然后如果我有十块钱的话 我会把十块钱全都花给我们家的猫的 那你是怎么对狗比对人还好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狗的话我就是 首先是它的造型嘛 我自己剪头发都 不会去很好的理发店剪 就是一个理发店班长会员卡 剪一下打完 这有可能就11块6毛钱 但是我对它 我就找了也相对不错的 给它修一次造型 洗一次 早是220块 孟老师一听 他一年的理发费用才220块 就是啊 我的高消费影响超过了你 就我就觉得特别舍得为大花 把它打扮的这个帅一点 就是心里会开心 陆红喜呢 他说这个家庭呢 让我变得很成熟了 人生呢 没有喜和乐 你这个容易给我们误导 你说人生没有喜和乐 你全然悲和哀 你过得很惨 从小到大我觉得是 不开心的事情 会稍微的居多一点 因为从小我8岁的时候 爸妈就离异了 离异之后呢 我是跟父亲的 父亲又再婚 再婚之后呢 那个后妈对我不好 我在后妈那边住了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里面就是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 说的难听的就是来为难我 小伙子 我给你提个学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在我们今天这个录节目当中 你对你的继母有 如此多的不满 你不怕她看电视的时候 她会看到吗 不怕 这我阐述的都是事实 你到今天为止 跟她的关系还一直 就现在我们已经有 有几年时间了 有六七年时间就没见了 就不见了 真的啊 那你爸爸什么态度 我关心的是爸爸什么态度 我爸爸是这样子的 只要我接到她电话 就是要钱的电话 就像过年的时候 她都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 就说是不是要一起 吃个年宴饭之类的 她不会 她只要我接到她电话 她就是找我要钱 然后也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自己在读大学 找她已经是要不到钱了 我大学的生活费都自己赚的 然后她打我电话 她说爸爸没钱 就是没花费了 你能给我充一下吗 我说可以 那个读大学的时候 自己充50块 100块已经是属于挺多的了 我给她 就是直接充了100块 她回过来电话说 怎么就充100块 100块钱够什么呀 你能打什么电话呀 100块 这什么当爸的 怎么会这样 就是啊 那你逢天过去 你还会跟你的这个父亲 跟你的亲母 会在一起 我要跟他们吃饭 我基本上不会跟他说话 到家里我是给我奶奶面子 我奶奶叫我回去吃 OK 那我可以回来吃吗 奶奶对我很好 然后就会碰到她 碰到她 我不会主动叫她爸爸 因为她就是要到我的 就是要钱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 家里拆迁了 那套房子呢 离婚的时候 协议是留给我的 但是就是父亲外面 做生意失败了嘛 要钱她赌钱 那她就是跟我说 这套房子的房产证 你能给我 我先去抵押一下 拿点钱过来 马上就还给你 但是这套房子是 妈妈留给我的 为什么 妈妈呢 妈妈两年前 身边已经走了 我妈妈走的时候 她是叮嘱我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房子千万不能给你爸爸 第二件事情就是 她没有能够看到我全家 这是她最遗憾的两件事情 我现在开始理解了 你为什么17岁开始打工 开始挣钱了 你为什么不断地进行创业 天哪 这个故事 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是 我觉得是一个人生 非常悲悲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理解你 为什么说人生没有喜和乐了 不是大喜大乐的问题 就是你心里面 有太多英语的东西 哪怕说现在后来成熟了 赚钱了 工作了 干着一份快乐的职业 有一些所谓社会的快乐 但是内心世界 可能还是很阴郁的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男嘉宾 其实从你谈话的这些 把以前小时候回忆的 这些点点滴滴 我觉得你都记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觉得你脑子里 如果装满了一些 对以前不好的事情 你就没有空间 来装这些开心的事情 毕竟咱们也没有办法 选择自己的父母 既然你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你所有的事情做的都非常出色 你要学会慢慢的把以前的那些不开心的事 忘掉 要腾出地儿来 装一些特别开心的事情 这样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快乐 真的希望你一个 你看外表这么好的男孩 特别想活得快乐一些 所以我也是想快乐一点 所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能够重新开始一段 给我一些快乐的记忆 而不是那些 都是悲伤的过去的一些记忆 我相信你 真的 我们接触的人 老师我们接触的人多了 对人的判断 我们可以在你的言谈之中 做一个判断 我告诉你 我跟老师一定相信你是个快乐 好了 来 为男嘉宾投票了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不开拍 周鸿喜谈过一次恋 但是因为是两地 这时候就分手了 他希望找的这个 找的这个女生呢 希望她长头发的 要开朗的 长得要有点像黄毅和张婷的那种型 能带动我情绪的 男嘉宾你好 就是距离不是问题嘛 但是距离会产生很多问题 然后你们这边是因为异地而分手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 决定不要在一个地方就分手了 还是说有尝试过两个人在异地 然后不合适 然后才分手的 先是回去 没有直接就说那个分手 是尝试了一下在异地的 慢慢的慢慢的你的就是电话沟通 短信沟通会越来越少 乃至到最后就是没有 男嘉宾你喜欢黄毅和张婷这样的类型吗 嗯 你其实是想找一个可能笑起来很 阳光很就是温暖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她 她的话要比我多一点 就是我们俩有一个互补 不至于两个人坐在那边就干瞪眼 你瞪我的 我瞪你的 就这样瞪着 所以你想找一个能带给你快乐的人是吧 对 OK 男嘉宾你好 你说你要找个能带动你情绪的 比如说我洗个碗洗啊洗啊洗啊洗 来吧 给我点音乐好吗 然后你就在那边唱 那我觉得就很带动情绪 对 这样你能带动我 如果你不唱我就觉得你好无聊 那我估计你会觉得我无聊 谢谢 再见 好 来为男嘉宾投票了 如果对她印象还不错 愿意跟她继续有了解的 请对她流牌 好 还可以提问想了解谁 想问谁 我想问一下一号女嘉宾 张倩 还有二号 在你们的记忆当中从小到大吗 你们就是让母亲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平时这种点点滴滴 你要说我为我妈做特别大的事好像没有 比如说我发个微博 按一下我妈 我妈每天就会看好几十遍 你知道吗 很真实 真的很真实 就她就会很 然后把那个我发她的照片啊 然后做头像 让你妈的那个微博说出来 让你妈增加了粉丝更好 好 我妈妈的微博叫 依依妈妈小迪 她是在背后支持着的 对 所以我也没有当着她面说谢谢她或怎么样 就隔着一层 就女儿很爱你就好了 你说我妈妈在化妆间已经哭了 肯定的 对 谢谢 但妈妈真正哭的时候不是那时候 真正哭的时候 张倩终于牵手离开的时候 哎呀 每次来这住住这 来都这就是为了这个 终于收获了一瓶男嘉宾回去了 点心 其实我跟张倩差不多 我就是对父母的爱 我比较善于用行动表达还有和嘴 然后我就会回去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看我妈有时候在做菜的时候 我会从背后搂住她说妈我爱你 然后我妈就很高兴她就会笑 那你是奔放型的 对 我就是奔放型的 我就很喜欢把我的爱表达出来 就让爸爸妈妈知道 我是有多么多么的爱她们 你妈妈的感动太多 你做点任何一点小事 妈妈都会特别感动 这个问题满难说的 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她提这个问题 对很多看电视的人 是有所启发的 就是我们老觉得 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 让父母感到很骄傲 结果我们花了很长力气 父母打发相隔万里 不去有任何联络 甚至觉得 其实有高兴的事 也不应该跟父母说 因为我们想等一个 更大的高兴的成果 才跟她去分享 其实真不是这样 其实错了 所以说亲情之间的表达 要随时随地 对 经常性的 好 来 请提出 对 则有的时候不能接受的 女孩子身上的特质 第一个是怀孕之后 不同意我继续养狗的请翻牌 女孩子怀孕之后 如果不能接受 她养狗的请翻牌 下一要求 就是不太守时的请翻牌 约会会迟到的 对不对 还在这里我等一下 这个守时要求的 不止一个人了 还有要求吗 没了 好 邀请两位 哈喽 男嘉宾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何莎 23岁 我是四川人 但是现在跟父母家人 都生活在上海 那我现在工作呢 是就是一家生物科技集团 当任夏末经理的角色 我其实下来帮你表白 但是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了 可能跟很多女嘉宾都一样 谢谢 所以说其实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 可能把我心里的一些感受 讲出来吧 那首先第一呢 你的身高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穿高跟鞋 而且都是10厘米以上的 所以我找男朋友第一标准 必须要180以上 这点是我喜欢 另外的话 我其实想说 可能你的一些经历 我能理解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亲生爸爸 在07年的时候 其实是出车祸去世了 但是这个事情 可能我身边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 我很能理解那种 可能自己的亲人没了 然后可能觉得家庭都不完整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比你幸运的就是说 我现在的爸爸对我 包括对我妈 对我们整个家都非常好 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 相对来说快乐的人 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我是可以带给你一些温暖和快乐的 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觉得不错的是 是因为你自己做领结嘛 我觉得说自己可以手工做一些东西的男生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细心一点 对 我觉得细心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下来的一些原因 但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过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古爱妹 男嘉宾 你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古爱妹 22岁 来自湖南 我跟你所有的成长经历也有点像 然后我之前也是父母不在身边 然后在我外婆家长大 然后我对我婆婆的 对我外婆非常好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 像我17岁 然后毕业 基本上就没有问家里要过钱 包括我读书之前跟你比较像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有点互补 因为我做教练的话 无时无刻要保持一种 非常积极向她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是一个非常看的那个女孩子 我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我也能够包括你 你说你减肥 我能够让你马上可以变成肌肉男 谢谢 这个非常诱人 对 是的 好 我可以补充说一下吗 因为我其实自己会 因为现在也是在做这个 就是生物科技方面 可能跟健康也比较有关系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注重健康 然后我差不多每周 会去两三次健身房 所以我想补充的是 我以后可以陪你一起去健身 包括说因为在健身方面 可能我有这一块的一些经历 当然我可能不像她那么专业 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而且去更多地支持你这样子 男嘉宾我在补充 我不仅可以陪你去 我还可以指导你 就有一个陪教是吗 谢谢 对的 是的 但是你比较忙啊 你要去给别人当教练啊 可以在家里陪养吧 好 姑娘都已经表达完了 陆宏喜做出选择吧 嗯 我选择像我选的那位女生表白 你对两位优秀的女生 陆宏喜到底会选择谁呢 好 姑娘都已经表达完了 陆宏喜做出选择吧 我选择 像我选的那位女生表白 还是她是吗 你考虑好 她没有跟你有太多的沟通 我考虑好了 那谢谢两位 谢谢 她选择的是 9号 晨晨 你好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你 首先就是 看了你的外形 因为我们沟通不多 但是看你的外形 首先这个气质 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不知道 你的性格会是怎样 但在我们今后的一个 沟通当中 我觉得会有一个 相互的理解 虽然你看了我的介绍之后 觉得我的生活 都是非常的平淡无奇 但是在平淡之中 我觉得才能够 看到非常真实的自己 非常点点滴滴 非常朴实的一个生活 虽然说在生活上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带给你快乐 带给你设计当中 所要的一些灵感和创意 然后你是设计师嘛 我现在呢 自己就是开了一家服装店 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资源 我卖的是女装 在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互补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选择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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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接触下来 我也跟你沟通了一些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男生 然后在很早就自己创业了 然后我很欣赏你的这种对生活 不屈不挠的这种品质 其实我接触下来 我也跟你沟通了一些 我给你关牌是在你说喜欢黄毅 然后就觉得你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男生 然后在很早就自己创业了 然后我很欣赏你的这种 对生活不屈不挠的这种品质 我给你关牌是在你说喜欢黄毅 还有张婷那种性格 然后说比较外向 比较活泼一点的女生 其实我生活里面是一个 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然后也不会说很主动地去跟男朋友闹 什么的 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之后 我可以每天都像在主持一样 以主持的那一面 欢快的那一面和你相处 但是你刚刚说是看到我这种外形 然后觉得其实我蛮不喜欢男生 是因为看到一个外形去喜欢这个女生 所以对不起 好 但是我很欣赏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将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 谢谢 谢谢